小神仙年是如何除掉怪兽,吸的呢? 哈喽,小朋友们,你们好啊 我是小易,很高兴你们又来听我讲故事了 故事后,有一只叫做吸的怪兽 它常年深居深海 只有到腊月的最后一天 才会出来找东西吃 人们都很害怕 除吸 除吸,边会灵芯 哦,这是我们的小怪兽,吸 古时候,中国有一只叫做吸的怪兽 膝头上长着触角 眼睛大得像两只铃铛 长长长的獠牙,十分可怕 它常年身居海底 只有到腊月的最后一天 才会爬上岸来找东西吃 人们每到这一天都很害怕 哦,村民们都吓得惊慌失措 逃跑了 为了不受伤害 每年的最后一天 大家都逃到深山里 躲避兽 大家过年的时候 最后一天不能在家里面过 还要跑到深山上去 这也太不方便了 天上有一个叫做年的小神仙 他在天上看到了人间的疾苦 决定要帮助人们 别看他个子小 本领可高啦 哦,正义的年实在是看不下去了 他要帮助村民们除掉年咯 年来到人间 他告诉正在准备逃难的人们 不用害怕兮 他有办法对付这个怪兽 但是大家都觉得 这样一个小个子 根本战胜不了兮 大家还是都跑了 哦,因为我们的年 看上去个子小小的 大家都不相信他可以打败大怪兽 宝贝,你相信我们的年吗? 年只好独自来到了村中 这时候他看到了 独自在家中叹气的虾婆婆 他的儿女在前几年被西捉走了 所以他哭瞎了双眼 年决定帮助可怜的虾婆婆 来抵徒欲 来抵御兮的骚扰 年把虾婆婆家 房前屋后贴上了红纸 在院子里挂上了红灯楼 又堆了好几堆竹排 一切准备就绪 年给虾婆婆做了好吃的年糕 两个人开开心心的吃了起来 哦,看起来真是太幸福啦 虾婆婆也不用孤孤单单一个人啦 有年的陪伴 天渐渐黑了下来 村里一片寂静 这时候西也慢慢的溜进了村庄 啊,一个人也没有 白来了 西生气的自言自语道 正当他准备离开的时候 忽然看到远处有灯光 西赶紧窜了过去 还没到跟前 就觉得一片红光 照得他睁不开眼 诶,这是什么 因为西常年生活在又黑又冷的海底 所以见不得火光 可是,西确实很饿啦 他眼睛一闭 冲着窗户跳了进去 年把手中早已准备好的年糕 扔进西的嘴里 西闭着眼睛使劲地交了起来 年糕一下子就把西的嘴巴给粘住啦 这样子他就不会咬人啦 盐来到院子里 把准备好的竹牌点燃 竹牌发出噼噼啪啪的声音 西看也看不清 叫也叫不出 吓得穿出屋子 掉头就跑 有几个胆子大的村民躲在远处 把这一切看得清清楚楚 他们决定回到村子里 帮助年赶走作恶的西 他们找来许多竹子 放在了村子中的各条路上 然后提着红灯笼 敲锣打鼓去寻找西 哦 齐齐协力一定可以打败怪兽的 噼噼啪啪的声音 越来越大 越来越多 西害怕极了 恨不得赶快回到深海里去 可是到处都是火光 根本没有退路 就这样 西在村子里像无头的苍蝇一样 到处乱撞 盐让大家慢慢的缩下范围 以便能够更容易的抓住西 西看到无处可跑 一头就扎进了黑乎乎的鸡窝 哎 跑到鸡窝里来了 这时候天也开始慢慢的变亮了 盐顺着鸡叫声传来的方向 看到吓得缩成一团的溪 盐和大家追过去 一下子就捉住了西 西马上跪地求饶 并且发誓 再也不回来祸害人间啦 村里一片欢腾 纷纷相互传送这一好消息 从此以后 每年蜡月的最后一天 就叫做除夕 而正月初一 相互拜年 大家在这几天 都要放爆竹 吃年糕 贴春莲 挂花灯 来纪念年 大家为了感谢年赶走了西 都一起纪念它 张灯结彩 好的 今天的故事讲完了 每天我会给你们带来精心挑选的故事 你们的点赞和订阅 是我最大的动力 新年快乐 除夕 这个年尾最重要的日子 漂泊在远的游子 也是要赶着回家 去和家人团聚 祝大家和家团圆 来年幸福快乐哦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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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